秀林湘嘉湾部落今年3月份获得教育部补助办理乐林学习中心 16号教育部的计划主持人华联县政府教育处也特别来到了嘉湾部落辅导新办乐林学习中心出奇的访试作业 希望可以透过培训会议为长者规划快乐学习的课程 华联县秀林湘部落教育协会3月份获得教育部乐林学习中心在嘉湾社区新增社据点 16号教育部北区乐林学习辅导团计划主持人张德勇 华联县政府教育处承办人员一行人并且前往嘉湾社区来进行辅导 来了解未来咨询的情况 同时也邀请说风乡乐林学习中心来和嘉湾社区进行经验交流 花莲的13个乡镇 每一个乡镇都有我们的乐林学习中心 那么我们去年的这个花莲县的一个表现 在我们教育部的一个评鉴里面 算是一个特优的一个单位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乐林中心呢 就更强化它的一个能量 更有需要透过这个讲师的一个培训 还有各乐林中心的强化他们的一个合作跟联盟的机会 今天呢我们到了这个嘉湾的文件站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针对我们花莲地区的新办的乐林 跟有需要合作的乐林中心 透过一个访试辅导的机会 希望能够了解乐林中心的经营的理念 还有更重要的是乐林中心的讲师之间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 然后也让我们乐林中心的课程 特别是核心的课程部分 包含了生活安全 运动保健 心灵成长 人际关系跟贡献服务 这些课程能够融入我们这个很多社区里面 一级教育部推动乐林学习中心计划的原则 规划有乐林核心课程 76个小时当中包含生活安全 运动保健 心灵成长 人际关系 以及政策宣导等必要的内容 协助学生向55岁以上的乡民继续学习 充实生活 智能 安排部分课程及活动 以祖孙共学的形式进行 增加乐林学员的学习的动机 记得终于学校外道